为啥 大家都进去了 就你没进 我进去了 可以了 声音很好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差不多会延时一点点 这位姐姐是谁 这位姐姐 这位姐姐是个最优秀的女人 大家请稍等一下 现在还正在进阅 大家稍等一下 我现在给她 我先给你喝茶 我们今天喝的是红茶行吗 行 大家说好多水果像过中秋 我知道我忘记拿什么 那个丝瓜 店底下的那个 什么呢 我忘记 旁边的事情 大家都在问 对 这位是自赞姐 这我是嘉宾 今天 有岩石 有岩石 这个就得意味 为什么你和我的颜色文全不一样 两个屏幕 看到吗 谢谢 我先洗一下茶 放走 大家请稍等一下 因为现在直播间的人还没有到齐 因为我们还才刚开播好不好 现在在屏幕前的朋友们请稍等一下 等啥呢 要不你唱首歌开个场 你能不能 我给你洗 我给你洗 不会了 真的 对 真的不会了 人家说嘉宾好优雅 必然的 声音低一些 好 好的 满足 怎么有种相亲的感觉 现在的声音好了吗 大家有听清吗 您老先生禁足了吗 你的先生还没有禁足 你在看吗 看什么 看屏幕 对 不会了 他们知道老师好 是知道你的身份吗 这是谁 心目潮 我是我爸 完全不知道 感觉声音还是有点小 是我们说话的声音吗 我正OK OK是吗 那边能再调大一点 OK OK 我们今天是一个聊天的直播间 好不好 我们现在是有改革过的了 因为升级过 我之前的直播呢 就是赞赞的植物小课堂 完全是我自己在直播 然后分享一下 我拍戏之余的一些业余生活 怎么能调节自己的情绪 或者是能让自己更好的休息 工作的时候会更加有能量 然后把这些分享给大家 我们是分享绿色 要贩卖快乐 我们今天的升级的直播间 也是要贩卖快乐 但是呢 我就会邀请到我一些身边的一些行业 各个行业的精英 就是希望我们通过聊天的方式 能让大家放松下来 能汲取你们想要的一些营养 一些知识 嗯 这是这种直播类型 是我们这一周才刚开始的 这是第一期 对 现在在直播间的朋友们 其实还 我觉得就是一个缘分 能刷到我的直播间 我们还有两分钟 我们就正式开始好不好 大家如果觉得我们的直播 不要紧张 如果大家觉得有趣 或者这种直播方式很有趣 很不一样的话 大家可以现在就邀请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 或者转发一下在大家的那种家庭群里面 对 然后让大家可以进来聊聊天 因为今天也是周六的时间嘛 嗯 是吧 也有两个 旁边的是谁 我们再稍等两分钟 我们再正式介绍好不好 对 家庭群 是的 是的是的 大家肯定都有家家庭群嘛 对吧 旁边的这位姐姐是谁 对这位姐 这位小姐姐呢 是我们 那个 西红柿 西红柿 朝三姐 不是 不是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 谢谢 谢谢分享 谢谢 分享了 可可 你忘了有趣的那个 你去讲课的时候 介绍 哦 哦 这个 有没有 我知道了 这个 看来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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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就是 有就是邀请一些亲朋好友来观看 也没有 分享一下 认识我 也认识你 也确实 出汗了 哈哈哈 我觉得你现在这个直播跟我去年刚开始直播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当时也是这种就很忐忑的那个心情 但是又激动的跟大家见面又是一种在网上一种新的形式 对不对 对不对 不会玩的主要是 对啊 记得 不知道就是你在这一直聊不聊两分钟等到有点心急 哎 你看 不用心急了 现在都好十分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介绍一下 这位在我身边呢就是穿着绿波点的这位年轻的老师 他是北京师班大学的教授 是我的恩师 长湘宁女士 小伙伴们周末快乐 其实我一直都还蛮轻松的 但是刚刚介绍你的时候突然 突然严肃了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觉得我必须得要把你介绍的特别的 这事物什么 不是隆重 就是说我一定 认真 特别扣认的 就是有一种学生一定要把老师就是 那种严谨度就一下子就上了 所以没必要嘛 这不都周末嘛 大家都下班了 我是小猪的梁师姨 然后再喝口茶 然后慢慢聊 慢慢来 让我慢慢进入状态 对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进你的直播间嘛 而且我是第一次参与这种直播 跟大家见面 对 所以还是有一点点好奇 也有一点点小坦克 对 确实有一点 内心有点小波兰 是吧 一丢丢小波兰 波兰喜不得厉害 哈哈哈 但是你看老师就是不一样 在表面上就是大家传递出来的还是特别冷静 特别风趣 特别幽默的一个形象 哎呀妈咱俩说相声呢 哈哈哈 这大花 哈哈哈 没见过花啊 哈哈哈 老师没见过花 哈哈哈 老师没见过 哈哈哈 老师我家的植物还不够多吗 就是盛开的花 你们家的植物多到 你看今天穿的就都配合你们家植物的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对意昂然一点 然后青春向上 是 哎呀 老师我给你倒茶 哈哈哈 不用紧张 我发现其实你已经不紧张了 紧张的是我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哎呀我觉得就是因为小猪是我特别优秀的学生 然后毕业到现在我们俩的关系也特别好 经常在一起聚一聚啊 在一起聊聊人生 聊聊艺术 聊聊职务 有的没的什么的 就很开心 然后我们俩就像梁诗义友一样 嗯对 同上我觉得老师说的对 老师说的话我们必须都得听 所以呢 有这么优秀的学生 我们必定是有一个很优秀的老师才能教出来 这就互相捧吧 反正今天这种直播间你捧我我捧你 没有 因为之前的直播吧 我都是秉承着我们的孝训还是比较谦逊一些 孝训你说一下 学为人时行为示范 太人秀了 每次他孝训都能说出来 商业互吹 那必须我们不是商业 我们真的是一个 我们真的又是 虽然吹 但是我们彼此之间还是很乖 也很就是照顾光 然后互相勉励着 就是一起 前行 对 自然吹 什么 自然吹 把水 把老师 给老师把水果洗一下 切一下吧 老师现在不能一下 轻易做个吃瓜群众 慢慢来 慢慢来 老师说了慢慢来 先让老师喝口水好不好 哎呀 老师已经下班了 你就依据了一个老师弄得特别紧张 这个氛围吧 对 先抛开 尸身这层关系 我跟小猪平 还是很好的这种朋友 有无话不说的 对 那我们今天就换一个称呼吧 我觉得 那就 我们就 亲切的称呼尝尝 大家觉得好吗 如果觉得可以的话 在那个屏幕里面 抠一个 非常棒 太长了 是吧 对 常常很美 常常很美 好不好 在屏幕里面打一下 常常很美 常常努力 常常很美 常常积极 常常健康 常常积极 常常想念 是的 常常很美 真的有人打 常常很美 那必须的呀 那是实话 常常姐姐 最希望你下次请你一个师姐过来 那个师姐也很优秀 是的 她必须很优秀 也能聊到很多 对对 她是我的师姐 而且我们就还是 怎么私底下 我们还是很亲近的 因为师姐姐只比我大一切 然后我们一起参加过很多很多的演出 我们一起出国 是 学习交流 然后 通过吧 通过 学习 然后慢慢的进入 私人的生活领域 然后去分享很多 艺术的观点 嗯 我觉得这样的朋友 其实是特别值得我们去 珍惜 是 因为现在这个 这个时代太浮躁了吗 身边要是有一些 可以陪伴你成长 跟你 就是很真诚的交流的朋友 确实要真心 对 是的 我觉得其实 还是 这个时代 就是现在嘛 我们 互联网 它还是比较 比较快速的 我看大家一直在提问 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 对你的大学 生活非常好奇 嗯 常常说一下 赞赞上学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 跳皮的事情 哎呀 赞赞上学的时候 给我留下了 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除了它的专业啊 还是非常优秀的 在大学 他就已经开始 非常的对植物 也有很深的 钻研和研究 也是非常用心的 在培育它的植物 还养了一些 奇奇怪怪的 那些小动物 当然也不忘记 他的学业 该跳什么跳什么 跳什么 跳什么也很努力 也是都C位啊 这一点就是 在大学上 我就 就很差 哇你怎么喜欢植物 他就跟我讲了很多 植物方面的 这些知识 那我也也学到了很多 然后也开了一眼 其次呢 赞赞其实也是一个 多愁善感的男孩 很细腻 很敏感 很有爱心 很善良 也很帮助班里的同学 也很关心自己的师哥师姐 师弟师妹 赞赞真的是一个非常乖 非常非常努力 用心善良的孩子 他真的是说的天衣无缝的 张老师是来捧场吗 对 今天我们真的是 请了一个高架 然后就很幸 请了一个大拖过来 对吧 其实呢 我觉得是上学的时候 我参加了 张老师的一个作品 那个作品的名称叫 忽然 你是不是当心脑子一下子 忽然忘了 忽然给忘了 对 因为我是教舞蹈编导专业的 所以呢 就是我给赞赞上课 都是教舞蹈编创课 就是他除了有基本功 掌握了各 各门类的舞蹈的基础之外呢 他主要还是要去学一些 编创的东西 所以当时我自己做了个作品 叫忽然悟空 然后去上海艺术节 赞赞也跟我一块去 参与了整个作品的编排和演出 以及上海展演的这个项目 所以这里也让我们俩之间的情意 关系 对专业的认知就更深了 所以在这个上面 更近一步的拉近了我们再来的距离吧 然后他在这里面也非常能理解我作品的内涵 然后把这个悟空也表现得非常的生动 和深刻 对 然后这个 你别想 同上 就是我肯定必须得要肯定 因为你说的的确是实话 而且就是真心话 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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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 去其他的平台搜一下 叫忽然悟空 确实 我觉得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除了自己的一些专业课以后 我觉得让我整个对艺术 对人生 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就是通过了忽然悟空这个作品 其实他这个作品 他不只是让大家看到表面 比如说 他是一个现代物 里面还含有了一些 中国戏曲的一些元素 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形象 忽然悟空 就是大家小的时候都在看西游记 我们这些神话人物 其实就全部都融入在里面 但是讲的是我们当代人生活 内心的一些写照 然后弄在作品里面 我之前一直都是在跳 比如说古典舞啊 就是民间舞啊 就是还是我们一些 中国传统的一些舞蹈 但是没有进行 就是深深度的一些刻画 一些作品的刻画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演完了以后 整个人的思想思维 全部都打开了 就那一瞬间全都打开了 而且发现 人心底下 就是心里面最深 最底层的一些 心里深处的啊 对一些 一些感受 并且 一种底色 把那个底色暴露出来的以后 我们面对很多事情 都会变得很坦然 嗯 对大家可以去 其他平台去搜一下这个作品 虽然那时候我还是跳得比较稚 搜一下 搜一下赞赞看他跳得怎么样 对于我来说 对我当时还是挺满意的 当我现在看的时候 我那股劲 就是会发现 那时候上学的时候 那个冲劲 就是那个 就是那时候的你 对 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看的时候 比较很多 对 然后演的时候 发现如果我现在要再去跳 这个作品的时候 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嗯 所以就是每个时期代表一个人 那个时期最有 最有代表那个时期你的状态 所以那个时候你年轻啊 有冲劲啊 那很正常 所以这个作品在那时候 你的表达就是这样 对 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 确实今年已经48岁了 那我是不是62岁了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 你开这个玩笑了吧 因为像上周大家都说 我多少岁了 我就跟大家开玩笑 我说我47了 然后经过了一周 我现在那边四周了 一周小一岁 对 其实岁是不住的 对 晚上开就开了吧 开 对对对 还是老是包 不是还是常常包的 其实我们刚刚聊到了 是一些舞蹈作品啊 就是我上学时期的一些趣事啊 就大家 我们要不要看一下 大家现在的反馈是什么 就是现在大家在留言的什么 你看他们说名字好忽然悟空 那忽然悟空说来话长了 等下一期再跟大家聊 哈哈哈哈 你们有双重含义吗 他们要听糗事 他们要听糗事啊 糗事 糗事那可能不会 对 我就不想让我们常常说 糗事没有什么糗事 有吗 有吗 你就是有爱没什么 我觉得 反正是有记忆游戏的一些事情 哈哈哈 就觉得好可爱那些事情发生了 诶 常常见过赞 但在海底聊转面吗 我是 就是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 你们班吗 不是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 呃 聚会的时候 就是我们 这个小团体 然后就是 乌坑里面 你去扯面去了 啊 我扯面去了 我不知道怎么会发在 那我不知道 我没看到过 你是00后还是90后 我们都是10后 哎呀 哈哈哈 毕业论文改了多少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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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已经记不清了 其实还蛮多遍的 其实还蛮多遍的 你之前采访有说过 舞蹈声扯面有优势吗 当然是有优势的 扯面舞可以 就那扯面 特别像在跳舞 对啊 因为他身体的 运行啊 运以前用上了 对 对 毕业论文写的是什么 不会告诉你们的 嘿嘿 我都不认识毕业论文写的是什么 你知道肯定是 因为你带了很多 但不是 已经很多年了 确实是 但当时应该知道 但是很多个已经毕业很多年了 确实是 因为我们在每一届的时候 其实一届就应该有个 三十多人 四十人 有吧 没有 三十多人 一届三十个人吗 对 三十个人左右 男生女生 对 所以就还是 时间九月了 下锅城 咱们要不要 进入我们境内 对 行 那我先看一下 植物 对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就知道 我们先喝口茶吧 茶都凉了一下 茶子茶都凉了 没搜到忽然误通 其实是在那个 呃 英文的那个 视频 视频网站里面 应该能搜到 英文视频网站 哦 没有 对吧 是吧 没有 没有嘛 不就是那个吗 哦 但好像我们是在这个平台上说 另一个平台 就是或者是 那个 应该说 英文开头的一个网站 应该是有的 对啊 屏幕上有很多 好朋友都已经 对对对 已经说出来了 或者可以看找那个官方上海 在国际艺术节嘛 哦 当年 上了国际艺术节的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放到节目上 对 船上 我们最近还有编创了很多好的一些舞剧 那个我觉得是算一个是舞蹈 不知道什么 片 就是应该叫 也是 也是算一个作品 对 一个短作品嘛 对 算是一个完整的 不是一个长的像个舞剧一样 对对对 十七分钟那个作品 对 但我们我们尝尝 他有一个独立的自己的一个舞剧的作品 叫没有大像 忽然悟空没有大像 对 还有还有那个 没有大像是香港艺术节邀请我去完成一个一个项目 对 我们喝茶 我们喝茶 你觉得今天还茶什么 还不错 我怎么这样给你倒 看来我今天还是很紧张 你就倒这儿吧 对啊 我今天就还是蛮紧张的 对是没有大像 对没有大像 其实看哎这样说来也很丑啊 你看尝尝就编创过的那个 忽然悟空没有大像 都是跟动物有关系 没有大像不是今年的毕业演出作品 没有大像是我自己 操作的一个完整的独立作品 对 对一个舞剧 是参加的香港艺术节 对 嗯 然后其实刚刚我们都说了嘛 这些作品都是跟动物有关系 其实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 就是做这种 我之前肯定还是要跟动植物有关系嘛 所以我也想就问问尝尝你有没有 就是细养过或者种植过一些 植物之类的 植物或者动物 我觉得以前好像对植物养植物的概念 就非常的初级 比如家里就什么绿萝啊 就是 就是 为了一些 不是 为了 为了功能性的 对绿萝呢 可能就是大家说的什么 知道的 什么进化空气 对啊 出甲醛啊 什么之类的 嗯 搬家肯定会养绿萝 但是也会有一些植物 因为平时忙 可能就觉得自己照顾不过来 但是我觉得也要 其实感谢疫情这三年啊 培养了很多 能够在生活 宅在家里修身养性的一些生活习惯嘛 突然挖掘了自己的内心 觉得这个小家必须得要 要装点 对 然后要自己跟一个人在家就是 可以需要可以跟植物有一些互动 有一些关系 嗯 能有一些 有点像 对 所以在家里面就开始养了一些植物 嗯 但我在你家的时候 做客的时候 发现你养的那个秦叶蓉 养的特别好 那可能是 那个位置比较大 我就没有太操心 因为我身边也有股养秦叶蓉 可能两三个月就已经干枯了 就不行了 但我这秦叶蓉养了都有 三四年了吧 我觉得它就一直在成长 这个让我很欣慰啊 我觉得是气场的问题 因为我养过很多植物嘛 就是如果在屏幕前 关注我很多的朋友都会知道 我对植物还是比较得心应手 是吧 所以我就觉得你能把秦叶蓉 而且刚开始你 我进去你家的时候 我说哇塞 你的秦叶蓉养的那么好 因为我一般进入 就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 我会先观察他们家的环境 然后看他们家有没有 养一就是种植一些植物 然后我发现一进入看 哇 你的秦叶蓉养的这么好 你跟我说 当时秦叶蓉才很小 嗯 比现在大一半吧 对啊 对啊 你现在都已经全部都要 太顶到了 封顶了 其实而且叶片都很大 而且长了分支了已经 是的 那你就是养了这个秦叶蓉了以后 他除了好看啊 嗯 能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改变吗 嗯 这个刚好也是我觉得 在到这个岁数了 然后到了一定的年纪 你会发现 跟植物之间的这种关系 是有一种微妙的互动的 而且我觉得是有温度的 嗯 就是你用心去观照他们的时候 他会以最美的 和好的样子呈现给你 对 这也是我这个 这个是我觉得 你一定要去用心感受 他是有的 然后当他一直在成长 然后一直在给你展现新的叶子的时候 他是也在回馈你 我会很欣慰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感动 嗯 这个就是让我很感动 生命力的感动 对 嗯 是觉得原来其实 以前不懂得去好好的对待植物啊 珍惜或者什么 觉得其实我们身边的植物啊 出去大自然都会有很多植物 对 就不会觉得他是 诶 可能他们就是靠天吃饭也能长得很好 拿到反而有些人拿到家里面 反而精心的照顾也没有照顾的很好 我觉得 所以那个植物跟你还是有气场的 而且我觉得是一种互相重念的一种传递 是 你养了他然后就像你说的 你很细心的照顾他 知道他的习性是什么 包括你说位置好 那也是你经过一些摸索 你家很大 各个方位朝南朝北都有 为什么有些地方适合某种植物呢 我觉得你其实就是 对自己能够找到一些规律 对 把他养好的一些方式 对 慢慢就都摸索出来 所以你看他还是回馈了一个 最好的状态 一个正向的一个回念 我们看一下屏幕 我们看一下屏幕好不好 看屏幕大家在说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大贝壳 这个是他们就是发过来的一种鼓励 就是说就是表示一种喜欢 我就是觉得我很out在这里 不是呀 不是只是我们觉得一些 不是你常接触的一些范围 所以你才才不会 你再给自己点赞 你怎么知道有这个环节 教我的 谁教你的 我一直在屏幕上点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反正就是我觉得你这儿的植物 养的真的 我真是为你骄傲的感觉 有一种冲目结舌 那包括除了除了家里面的 就刚刚像你说的一些秦叶蓉 还有一些绿螺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 比如说 你想想有小动物吗 我以前养猫啊 我养猫养太多年了 然后帮过猫接过生 然后把他们养老送中 是什么品种 音短 还有一个音短折耳 是妈妈生的 他是有一些 比如说他专门 他区别于其他猫的一些特征 我觉得他区别于那种 我也收过那种外面的小流浪猫 我觉得就是这种有名种的这种猫 还是挺乖的 但是呢 我觉得他的身体不流浪猫好痒 流浪猫就很皮实 就是性格比较的那种疯狂 但是身体特别好 对 那你养过这些能有给你大脸 或什么 比如说你认为 你还记忆犹新的一些瞬间 或者一些想 当然啦 我的猫 我醒了完就都懂了 我哭还给我擦眼泪呢 而且当然 因为尤其是猫妈妈 当他有了自己孩子以后 他更知道主人的心 我反正我的猫 叫泡泡 他以前我回家等着我 我走他送我 我以前有一次 特别伤心的大哭过一次 他直接握到我胸部 帮我擦眼泪 而且他有了孩子 他教育这个孩子 我看了他怎么教育 他尽管在生活习惯上 一直在教育这个小猫 但是只要吃东西 永远让开一步 给他孩子先吃 就是那一瞬间 因为他就是一个母亲 对 而且就是我的一个陪伴者 他对我很好 那只猫 而且你 他那个举动的时候 你也会想到了你的家人 对 就是我觉得猫很有灵性 而且很有 这种 这种 本能的 就是动本能的这种东西 爱啊 关爱 照顾 教育他们都有 而且他们也很直接 小动育真的有 是吧 对 他没有 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叫布丁 天天跟他屁股 后面胡闹啊 跟着叫啊 弄他 他经常前面 慢条斯理的走的时候 转身就一个巴掌 就教育他 布丁就不吭声了 但是你为什么事情教育呢 就是 闹啊 布丁就在他后面老着顾他嘛 就是老逗他 就跟着妈妈 就像小孩的时候 对 妈妈就一样 扯妈妈的头发啊 各种啊 就是求关爱啊 对 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奇特的 常常你刚才说的那个画面的话 我突然就能有一种感觉 就是 他的世界很单纯 他的世界可能 就在一个小一个家里面 他没有外面 像我们现在接触过 那么多的人事物 你出去 可能他的小空间就这么多 对 然后更多接触外面的一些人事物 可能就是你家里面 新添了一个家具啊 然后他要适应一下 然后 你家里面来了一个朋友 他要去感受一下 他要欢迎一下你这位朋友 可能他的世界也这么大 发现 但是他那个世界 他本能的东西 也是一个微缩观 就看到了我们人类自己 嗯 其实我觉得他还是给你 呈现的更多是 动本能的东西 嗯 然后你 更直接的 对 他没有那么多思考 他全靠本能 然后生存 是这样 然后有幸的 在一个家庭里面成长 他可能安全纪数更高 嗯 所以他们都是属于 到最后生老病死这样 嗯 但是 还是很幸运吧 在一个有能力养的家庭里面 嗯 嗯 而且就是什么 对 没有啊 没怎么 就可能那个网络会稍微 就我刚刚说 突然想忘了一个点 我也就是忘记了 但是那一瞬的感动 其实 就是 慢直接的 你保 对了 你刚刚说 其实他们很多也存在的是一种 本能的形容 但他其实在本能的形容 又多了一些 因为你的习惯 嗯 而知道了 那一刻你难过 他在给你就是 你在哭 他在给你擦眼泪 他只知道用一种最本能的方式 安抚我最在乎的主人 对 但是其实他也能 知道你此刻是 比如说我们就流泪嘛 有开心的流泪 他能分辨得出这个 对 他是跟你生活了这么久 他完完全全是知道了你的生活习性 你在什么的情况下 做的一些事情 是难过的 是开心的 是 嗯 慢无目的的 你可能就是懒在这儿 而不是因为 你动不了了 对 对 它会有很多一些 说不出来的一种灵性的存在 其实那个能量是很 很大的 就是你就会发现在那一刻 万物是有灵的 而且在很多时候 当你在不经意中 跟他们产生了一种連结以后 他有一天会用他的方式回馈给你 嗯 你会被 这样的动物啊植物都会被干 对 呵呵 或者小手 哈哈哈哈 是的 是的 哎 把我们把那个红拿过来一下 我们先倒入茶 喝口水 对 这个叫做 是 家里面的 两个小宝 好 嗯 嗯 反正我觉得尤其现在这个社会 我觉得都这么浮躁 我觉得动物啊植物啊还是很治愈人心的 因为他们最真实最质朴 传达给你的那种状态 没有那么多的各种的杂念 像人会那么复杂或什么 我觉得他们的传达是最直接的 对因为现在就是大家对于生活节奏太快了 需要工作需要顾及很多情况 好友身边的一些事情 就是怎么说呢 回归自己可能就会变得没有那么的容易 但是生活就是讲其实很简单 是 有茶 红茶 对 红茶 不会睡不着觉 当然不会 我们今天聊要这么开心 肯定是 更睡不着 可以聊个三天三夜 是吗 也有人喝红茶 是在看着我们的直播喝红茶吗 是 一起喝 前直播三年三夜 做不到啊 精力有限 对 精力有限 那如果怎么样 我们刚刚已经分享了这么多 那就是到了一个觉得聊天已经聊得很开心了 嗯 到送 确定吗 不开心吗 开心 就是还没还没到那个顶峰池 没事 我觉得接下来肯定到顶峰池了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小的就是有来来的嘉宾我都会给他们布送一个小礼物 哦 是吧 我们必须这个肯定就到了一个顶峰池 哪里顶峰池了 那肯定的呀 还得起身走 当然 还有礼物呢 大彩电 不想要我 就觉得 觉得 好的 好的 今天在家 今天在的是客厅的一个小角落 翻点长 要听赞赞大学的故事 大学的故事我们可以后面后面再跟大家讲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话题需要聊的 我们现在我要去拿礼物了好不好 显得 显得我好像不愿意就把礼物拿出来一样 要走这么远 哇 这盆植物啊 对啊 这盆植物啊 真的是给我的吗 因为因为床上已经 呃 做三还是两次做客 然后特别想把我这个植物给拿走 特别想把这盆花拿走 然后 然后 一下楼就卡住了 他叫 哎 他叫那个 嗯 哈哈 他叫 他叫 没事 你完了 不用 三脚没 人家说了 哎呀 我一下子卡壳了嘛 就今天还是太紧张了 太紧张 太紧张 老师来了 老师来查房来了 对 突然间 突然丧失大了 是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确实是 而且 这个今年是痛年了 常老师 不熟兔 对 不熟兔 然后 这个 这个兔子呢 老师 长了唱 然后因为他这个小耳朵意外的 算了 断了 然后 然后给我 修补 修补 把它给修补好了 修补了有一年的时间吧 怎么可能有一年的时间 确实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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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几个月肯定是有了 因为拖延症的关系 是 然后今天就一定的 真美 谢谢 我喜欢这盆花 这盆花呢叫三脚梅 其实 我今天想给大家安利的这个植物呢 也就是三脚梅 刚刚呢忘记人家叫什么名字 然后安利了一个植物 对 他这个呢 其实他算是老庄 然后它是一个飘织的一个形态 就这样 就很差几峰的感觉 对 有中国的那种 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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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 经过日积月累的修补 它开的花呢 是有一种 马卡龙 橘 的颜色 它其实有一种变幻的感觉 夕阳的颜色 对 其实就特别好 渐变 对 掉下来 你看一处一处的 但 需要我的能力能养到它开花吧 原来就是 做把它给你的时候 就是担心你的能力问题 但是 我觉得 考验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对 觉得今天是一个很适合的一个 嗯 一个什么什么 今天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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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相合适的时机 对 把这个礼物送 算是教师节提前送礼物了 什么 这不能 两码事 这个是这个 那个是那个 我心意都领了 我心意都领了 教师节继续送啊 哪有这样的老师 你先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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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 你 脱盘不给我吧 哈哈哈 我 我看东方姐 我自己还在打个盘 我把脱盘给你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也是醉醉的了 不行 我要拿一个长的直播聊天 哎 什么什么 你看留言 看留言 看留言 留言 我怎么感觉整个直播间 我怎么感觉整个直播间 龙泽老师家房不如人死活了 哈哈哈哈 为什么 老师家房手足不错的感觉 确实是有一点点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新的形式嘛 我觉得还是 我获得或少我内心都会有一些忐忑 包括一些体温啊空场啊 确实还需要有待提高的 嗯 嗯 赞赞紧张的确实是有一些些小 小坦的 小紧张的 他其实不是紧张我来 赞赞紧张的是 多了个人 他要成为话题主导把控者 对 所以这个把控节奏 他是今天第一次去尝试 嗯 也是不容易 自己在那儿搞提高什么的 这这现在才8点46 一个小时还没到 哈哈哈哈 时间没有这么慢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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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也是 10点 爱 爱情人 格 都颤抖了 时间都颤抖了 所以是到我给你理论的时间了 哦是啊 你是 哎 他要求我准备礼物啊 小伙伴们 并不是意外的惊喜 但我不知道礼物具体是什么 我的礼物啊 也不算什么礼物 是 是给你分享一点 有温度的东西 嗯 因为 嗯 我觉得今天跟你聊天嘛 咱们第一是聊 就是生活中植物这些 再一个我们俩 简单的 艺术 简单的跟大家 深入我们这种 深深的情感 所以呢 其实通过这个 我就会觉得 在当下这个时代 我觉得大家已经 彼此之间已经 丧失了很多温度 其实我 我也在大学做老师 我也希望 我现在带的 本科生啊 研究生 学生呢 能够从他们手里 这个手机的世界里面 能脱离出来一点 我更希望大家能 回归到一些过去 那种手工去 去做一个东西 手写字 就像我平时吧 每天不论 还写手帐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 翻过来看 写的手帐 就像流水帐一样 但我为什么要 坚持这件事情 已经第三年了 我会觉得 我还在感受 用笔来写字的 这个感觉 而且就一定要写字 所以呢 这 那天跟你简单聊到 人回归这个温度 我还是希望 人应该和人之间 找到一种温度的存在 一种链接 对 不是拿着一个手机 你的世界就手机这么大 通过屏幕 然后去跟大家 去沟通 对 所以我就想到 我小时候 我的中专在上海 然后大学到北京 就是一直是跟我的 亲朋好友 我的家人是通信的 我们一直靠写信 来回忆过去 因为今天要上你 这个直播间 我回家就翻了 我城中已久的一些 我的信箱 我把我90年代的那些 我妈妈 我朋友 包括小文在上海 我的同学 给我写的信 我翻出来了 我就自己今天看 还很伤感 我就觉得文字这个东西 靠手写下来 还是能够留住 很多回忆 和一些 每个人的不一样的字体 能留给你不同的温度 那我 不一样的情绪 我给你带的小礼物是什么 双朗的笑声 又来了 双朗的笑声 你看 就是 并不复杂 也没有那么值钱 这是我小时候 写信的信纸 我今天翻到的 90年代的 但我觉得情意 我把这几张信纸 我还拿过来 上面 那时候少女嘛 还有小兔子什么的 但是我真是真的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吗 可以 当然可以 这是 就是那个 以前写信的信纸 然后 我就是 我是 很 可能在中专的时候 买的有 都有点黄了的那种 这种纸 它都已经有过去的味道了 然后这里也是可以写东西的 刷文也就是我们这种海浪 就是龙林 就是我们 对 就是以前的古代的那种 古时报的那种龙林啊 大家有看到 就是 可以 真的很美的 是不是有点卡 哪里过 对 没有 没事 像 大家有看到吗 这种龙林的文 然后文式 还有这个特别像是 就海鸥 或者是 那个小鱼 鱼儿探头 出来的那种感觉 因人而异 大家每个人 有不同的理解 但真的蛮好看的 然后我还 我给你 拿来了我以前的这些 我曾经写过信的信封 真的是过去的 你知道我最 我最感动的一个是什么 我之前有一个信封 是给我当年 95年在香港艺术节的时候 我们去参加演出 当时CCDC舞团的艺术总监 他叫陈德昌 我这个信封上面 寄到他的地址的 你看 香港九龙黄大仙 沙田奥道 好 OK 对 但是这封信 我没有寄出去 我也忘了为什么 或者寄到 就靠别的寄了 但我拿出这个 他去世了已经 所以我也觉得 哎呀就是 以前很多手写的东西 还是很 寄游行的 而且全部都在 他就你当下的那个情绪 你都是知道的 有很多我都是 对 所以我给你留 信封信纸什么的 这是我过去的 现在买到信纸也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以前喜欢用各种彩色的不一样的信纸 就比较适合他的气质 对 或者什么 你就给自己的装扮弄好 我觉得这份礼物 其实很有情意在了 我很喜欢 我真的很喜欢 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古代的一些文士 一些东西 包括我觉得我看到信其实还是蛮亲切的 因为我的一些影迷朋友粉丝朋友们应该也都知道 我不希望就是如果他们在我们线下见面的时候 我也不希望他们给我送任何的一些礼物啊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我就 如果他们想表达心意的话 就给我写一封信 那包括这些信我到现在都还留着 就可能是个很多年了以后 我会能翻出来 就当下的那个心情 我会知道 我是在片场收的这个信 还是说我是在机场 还是某一个环节 某一个活动 他能帮你记录一个你当时在什么样每个地方的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对 而且你是很用心的花了时间的用笔触记下来当时的这份感受 记给了你最想记给的那个人 对 这个就很很珍贵 我觉得 而且就他们比如每个人的字体也不一样 我们可能时间已经匆匆而过 我们可能记忆不了 记不住那么多人每一张鲜活的脸 但是你会通过他的字体包括他们还会画的一些一些小人啊一些小的图案啊我们通过那些就发现他当时他的内心然后我们也去回想一下二度创作一下他们当时的脸 其实到后来你会发现我今天是因为这个我又翻起了我成风已久的信箱你看我这么多的信我今天去挑选出来的这个是我小时候的发小他最后去去去去学医了去学做护士然后他给我写的他我今天打开里面的几段话我特别的我都帮我有一段经历但这份信给了我你看他有说到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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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他说你好在一厢收到你的来信感觉以前大不一样然后东宇在家中看信时的感受不一样自从寄寄给你第一封信后就盼着能收到你的回信每天下课就往信相跑就那一刻你会觉得你最好的朋友每天都在期待你的来信对你知道等待期待时间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一种思念是友谊的一份增进的时候 这个朋友是我特别难得的朋友而现在的人一个微信一个短信想表达什么字体都是打出来的没有任何温度了我今天翻到他给我发的这个我很很很感动很有感触对你看他说虽然人在济南可对济南还很陌生只知道我们需要门口有九路车到火车站的就是他每一句话我都觉得他在跟你讲述他的生活 我们在分享就是可能那时候交通不便或者是各种问题但是你会看到那一些人我急切的因为我们的关系我想分享给你当下的那种急迫感但是我们又要通过信因为是来回我要寄出去我们还需要邮政还需要等待的那一刻的心情 就如同我们的现当代人就比如说我们在平台上下单了一个我们心仪的东西快递大家都很喜欢拆快递的那个感觉 那就是我们现在那就是我们当时的希望得到这个信立马能寄到我们身边我们拆忙和看对方亲爱的你此刻在干什么在说什么你的所思所想 其实聊这个话题其实突然一下子变得有温度啊有感动啊就是现在的人已经离这样的时代越来越远所以他到最后他写志友谁谁谁谁然后还会很淘气的说我来是胖了几圈不夸张但每天还是想吃吃了很多你说怎么办 然后还画了一个小的时候哇你就会回到那一个年的97年我大学一年级他应该也去读书了而且我就记到就能记起我的好朋友的字体他写字我现在发现哇还蛮漂亮的对字也写的好看 这刚笔字你看这像墨水都已经有点泛淺了对那时候都会用一些啪啪的性质对你知道吗真的没了当然不是 而且现在主要是油桶都没有了连每一个路边的那个绿色的油桶都不多我觉得你可能不会经历过太多写信的年代了是但是我现在也尽量包括我 嗯iPad各种我都会买一只笔来去写就是练习自己的笔触然后就是回归那个没那么快节奏然后遵从自己的笔触 自己内心然后发现哎我突然觉得以前大家都夸我字还可以的发现现在写字越来越深然后因为你不练他了对没有了当年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你去看以前的文人之间啊或者夫妻之间他们会靠书信来吧就就刚才有人说见字如面就是这种东西那份情意如果能够在当下这个时代再把它重新捡回来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去珍惜那个你等待的你思念的然后你愿意把你的画 你想给他表达的东西通过文字一点一点点在一个夜光下一点一点的把你的情感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嗯状态里面我觉得这份情意是真挚的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办事效率做事效率太高了所以已经忽略了所有这种最人和人之间本真的东西 情绪的东西会消磨一些对我们有时候就是不能就是这是我上海的同学他们跟我的就是爸爸妈妈跟我写的信哎呀也是也是非常你看那个兴致哎这当时我家是在部队嘛说女儿转眼到大学一个多月了还试运吧什么现在是北京最好的气候不冷不热 嗯所以旅游的人也比较多刚好是八九月份十月份嗯什么就刚好现在这个季节现在基本上不会有人你等一封信等照了慢慢的读慢慢的评然后看那时候你的爸妈跟你都说了些什么然后去注意什么然后你再用心的把每一个东西回给他们嗯回给你身边的朋友你看就是他们会花时间写四五页纸的信满满的四五页纸真的是满满的爱真的 其实很沉边的别看这个纸很轻它重展了很多就是分量哎呀你听我妈说你说半边脸痛好了吗我问三姨她说你你没说我想可能好些了吧十一月份北京就要冷了风也很大注意保暖祝女儿快乐顺利是不是对现在你看发一条微信有这种感受 嗯而且可能我觉得当时我们去看信的状态跟现在去看信的状态肯定是两码少而且当时我们肯定对吧嗯嗯就是那个状态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复杂这个现在可能在去看这颗信的时候又多了一层感恩想念这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最难得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吧 所以会有的会有的所以就是嗯身边的朋友你要去珍惜就要去有这样浓厚的这种连接嗯我觉得她才会越来越深这份情意对而且这个这个真质这个真质感是真真实实存在的而不是比如说有一天我们手机发现满了或者是手机丢了 我们换手机了这种东西就会有可能就是没办法保存下来而且数码啊高科技的东西它还是不像你你所行的每一步是走的新的我觉得所有屏幕里的东西都是都是一样的模式的它可以更统一化你分辨不出每个人的因为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对对对对对包括她写字的时候她的快慢 她的笔法对笔触的感觉笔触的感情绪对对包括她一个画画的一些小物件就完全不一样包括她可能我们这张纸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就是表达的情绪完全不一样可能包括我们上了年就是岁月可能沉淀了一下发现我们可能在使用的一些纸张上没有那么的 多元化彩色化了可能以前我们会追求五颜六色的年纪小的时候我们就说写信的时候就像我们以前喜欢的东西跟现在随着时间的流失我们的成长我们变得沉稳了对可能 不会有那么多辅助的东西但笔触什么都还是依旧真振但你看旁边的点缀完全没有那么多但依旧很深沉 对我想表达的还是写就是跟人的交流还是需要用心去自己完成一件事情不是用一些科技的手段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这种有温度的交流方式 对所以就还挺怀念怀念这种人和人的这种感受吧 大家 你们真的不是 是吗 不是啊 但是我们不在乎这一些 我们完全不在乎 所以给你拿了点老信封过去的小信尺 我觉得挺有意义是让你感受 甚至我觉得它有那种就是藏起来的那种味道 对 是不是 嗯 会有意义 那香气里的那种温度 是吧 嗯 真的是老东西 我今天是翻了 嗯 我觉得挺难得到 包括它还有以前的 以前的 有人问你上次写信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我们可以互动一下 好 确实还蛮久了 写信 我一直都在 而且还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其实不太 就接受到过年 一个过年的祝福群发这种 我觉得这种方式 嗯 就是 我很抱歉的说 就是这种群发的这种过年祝福 我基本上不回了 因为你能感觉到 我觉得人还是人 你尽管用高科技的东西 能发这些东西 但你能感受到 它是不是真的用心在给你发 嗯 但是过去的我们 都是写贺年卡片 明信片 然后想寄给谁 在过年的时候他收到 你为他选的图案 你为他写的 你有你要对这个人单独说的话 而不是一个 一群 一群一样的信息 群发给全世界的人 我觉得那个特别的 特别的不真宠 特别的轻易 我觉得所有轻易的交流 都让我会觉得 嗯 浮在表面的 嗯 是这样 所以就是其实 我们 他既然能发现 其实证明他发心还是很好的 只是方式 就缺少了一些 像 常常你说的人情味 是啊 对 他只是说 我只是一个到一个节日 我们需要就是 他只是一种礼仪 就是我们需要 互送一些祝福 对 他只是一种礼仪的表现 这种方式 让他觉得 他还在挂念你 但是这个方式 就缺少了一点点 人情味和温度 哎呀 实际上就是 我会觉得 大家还是应该 更多的时间 放一放手机 嗯 然后回到一个 现实的生活里面 人与人 更直接的交谈 对 对自然的一些 对人和物 多去体验体验 多感受感受 在当下 身体当下的那个 对 你自己和外部的那些 对 而不是屏蔽掉 你活的世界就是一掌之大 里面是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但是你感受不到它 摸不到它 碰不到它 也没有交流 所以我觉得 还是应该多让大家 慢慢的去放下手机 走到现实生活中 会更直接的方式去 更有温度的一些方式 有个朋友在问 我们这个直播间在做什么 我们这个直播间在聊天 教师节 我会给老师一个一个发信息 那你是很好的学生啊 然后你很用心啊 老师也是感觉得到的 其实 你这个是群发 还是单独被一个老师发 老师其实是感觉得到的 而且当时我们还记得 就是 还 过教师节的时候 以前还存钱 存钱告诉我 买 买花 买康乃兴 然后 也还会在想说 那大家都是买 红色的康乃兴 和粉色的康乃兴 我们怎么能在这个 不同的花束里面 表现自己 就是 就是我不想跟 大众的 大众的学生一样 就只是康乃兴 我们会 会弄一些 比如说我们会 从那些材质啊 包括一些各种方式 我们是这种包起来的 还是我们放在一个容器里面 然后给老师 自己去设计它 对设计它 对 但 确实我们现在说完了以后 自己的回忆其实还是很多 包括有朋友说 自己种坑的类型 那其实也是还蛮 蛮强的 那要从什么时候开始种啊 小时候自己折花送老师 纸花啊 哈哈 不过也是很 因为我们小时候手工课 都学过做花嘛 用皱纹纸啊 什么去做玫瑰花啊 什么 我也学过这个 你看大家现在都在回忆自己笑 对 就回忆各种 对 在做一些手工 一些什么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 我已经 刚刚不提起了 我都已经忘记了 当时 有在很用心的去准备一些事情 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什么事情 就是给老师送礼物啊 但是 嗯 就现在会想一想 还是会用心的去准备一份 自己手工的礼物给老师 对包括我们以前的那个六一 包括爸妈也会给我们去做礼物 包括他可能只会送一个奥特曼的时候 嗯 他也会自己去买那个盒子 包装 把它给包装好 或者他会想一个方式 怎么能让你给到你惊喜 而不是听到现在大家普遍就是说 哎只要你考到100分 我就给你买一个奥特曼 不是 我们当时就是一个小小的节日 或者是怎么样都会很用心的去准备 他不是说你必须得要 他有个条件 你必须得要怎么样才能得到 不是 他可能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仪式感 是 那种仪式感其实 让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很惊喜 那份 所以啊 我就觉得还是要自己去 还是得自己去 动手 去想 然后去做一些东西 这样子你自己都会觉得 哇生活不一样的 嗯 对吧 是 是的 那我想问程上 因为现在刚开学嘛 大家也都 返校嘛 对 但你也 你也就是 休息了 就暑假的时候 对 你有在亲手做一些什么东西吗 嗯 亲手做 对 想一想 我手工课真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是喜欢拍照的嘛 嗯 所以我会觉得 坚持拍照 对对对 这也是动手啊 也是通过眼睛 然后你动手 能拿相机来去记录东西 嗯 我觉得倒是因为 我觉得拍照也是另一种 普着生活美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你可以去发现一些别人 发现不了的一些 嗯 一些画面 一些构图 一些人 一些物 然后你就会把它 记录下来 每当你发现 你拍到一张很不一样的照片 或者很很是自己喜欢的那种风格的照片的时候 也很欣慰啊 嗯 对我觉得摄影其实也能带来 嗯 更多的一种快乐 而且也会 它是属于你自己的 让自己之后也能充实起来 因为它肯定是属于你自己的 通过你的视角 对 其实你的构图就是 就是你以什么 你去拍个物的时候 它身边有很多 你以什么为主要 焦点 你的视角是什么 你想通过这个照片传达的是什么 你当下的心情是什么 就各种 我觉得 其实有时候都不会想这么做 只是想拿着相机去拍了 拍完以后 你突然对某个人有感觉 你感动了 你拍下来 你可能就成为你当下 那个想要普通的东西 对 就是喜欢拍嘛 所以我自己 我在疫情的时候 不是一直想做一个 想拍100张配白照 但是 就是这样 到现在没有拍到100张 现在多少张 五六十张吧 那还是可以继续拍 嗯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拍不到 我不发现 嗯 独特有意思的东西 其实不多的 不多了 这也是一个对生活的一个遗憾 我现在觉得 好像生活可以捕捉到个 因为疫情 人也不能去太远的地方 你只能在你的生活的范围之内 你去寻找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你自己的眼睛去发现一些东西 其实每天都重复 重复的时候 很难的 其实真给自己设了一个限制以后 它还是有难度 它是这样 而且有的东西 你会想 但是拍成彩色的 可能比黑白的更无张力 你可能就放弃把它拍黑白了 所以想拍成黑白照片的时候 还是需要去发现更合适的 但你看就是它有一个限制的里头 你就会有更大的动力 你去做这件事情 是啊 因为你想 我们现在说 你不可能就放弃了 因为我坚持一件事情 其实蛮不容易的 就像你说的 它有很多限制 但你现在拍六七十张 还剩三十张 你愿意放弃了 不 就是我又没给自己设限 我也没给自己挖坑 说一年把它拍完 就拍下去拍 有了有的事 就算在黑白系列里面 但我觉得 我有记得有很多张 黑白里面 很有分量感的照片 嗯 对 它还是有让我自己也满意了 但 不代表这么几十张 都是满意的 对 还是有的只是记录一下 当下发生过事情 有的可能是 还有一个光影啊 什么的 就不一样 有的更加近一点 有的更加偏异 包括 其实 我有 我有记得 嗯 你拍的有一张照片 是有人在 我忘了那项运动叫什么了 所以我看到的那张照片呢 重量感 分量感 就是你 你 那个照片进入了他的坚持 对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黑白摄影大师的作品是真的很有张力的 嗯 你能看到照片里面的那种 独特性 像你说的那种分量吧 都是有的 而且会 那种瞬间真的是不好被抓到 对 嗯 我还是蛮喜欢看这些黑白摄影大师的作品 除了拍照 还有吗 嗯 想让你再回想一下 还有没有 怎么还发生信息 挺不容易的 还有呢 就是 在一起 在 在 就是 在放假 放假期间 因为现在那个时候 疫情已经过去了 就这 这两个月 还有再动手做一些什么东西 动手啊 嗯 就是 因为我们还是想讲就是 就是 就顺着刚刚的话题 比如说 手工 对吧 手工的东西我还真做得上 嗯 但是我会 其实我觉得刚才跟你分享了这些 关于写信这些东西 我其实不是说咱们想 想说现在的这个时代嘛 嗯 大家更多的是在互联网上面 在手机里面 然后完成人和人的交流 完成人 人和世界的关系 完成所有的这种 这种 这种 公通 嗯 我觉得 其实是希望能够回归到 嗯 真实的现实社会里面 去把 过去拥有那些工具找回来 我觉得也是 去 把时间再放慢一点 就是我会觉得每个人 感受生活 因为网络太快了 做任何事情都是 直接给的 不像像写信 我需要 就像 木星的那首诗一样 那个 那个 时间慢 那个 车马慢 车马慢 一切都是一生要等一个人 对吗 对 我觉得真的太美美妙了 那现在的人的速度太快了 我就希望能放下 这个速度能够真的慢下来 感受生命的 对 生活是怎么样 它还是很有烟火气 对 它必须得要存在这个 它必须要能够体验 那个过程 现在的人没有过程 都是目的 都是结果 结果太多了以后 嗯 也选择太多了以后 我觉得人反而不真行 以前很多选择 是需要时间去等的 那我觉得这里面 它是奠定了一个 厚度和一个深度 和一个温度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是当下来的 我们可能都被当下的节奏都带着走 对 所以我会尽量的意识到这个事情以后呢 可能会在暑假这个时间 我可能不会说真的做手工活 但我会给自己安排一些 必须慢下来的事情 嗯 写手照这件事情 我觉得 它就是 它很 其实它很难 它每天 你只要把你每天设计一下 但每天 我有时候会觉得 我为什么不自己挖一个这么 五顶洞的深坑 因为有时候每天都还是 有些重复的 不是 是哪怕写手帐 哪怕只花五分钟十分钟 有时候都觉得好麻烦 但我一定要坚持 甚至我有时候都不知道坚持 它的理由是什么 但我觉得一定有一天 它会给我一个答案 那是它为什么 会让你觉得好麻烦呢 就是这个 这个思想是怎么过来的呢 你会觉得你要去设计 因为我知道一些手帐 是需要 就比如什么手帐 设计啊 怎么怎么就是 你会知道你要每天 可能这个时候你正在看一个电影 你正在忙家务 你正在可能要跟朋友聚餐 什么的 突然突然 晚上回来可能很晚了 很累了 我觉得完了 今天手帐没写 它说有个负担在 它是什么负担的 但是我觉得 我甚至有时候可能一周不写 我会补不上 我也要完成这件事情 我觉得坚持一件事情 有一天可能能看到 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哪怕这个结果 本身你手上已经没有关系 它可能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自律 在一届市场做一个小的自律的行为 这是一件事情啊 然后 可能还会 每天精神冥想 我觉得疫情三年让我 从冥想里面有了很大的生意 就是 可以 哪怕在十分钟 十五分钟时间里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断开 然后回归到本心 专注自己的 本心 心的深处 只感受呼吸 咋念来 让它来 你不要去接应它 哇 这是一个锻炼嘛 这是一个磨炼 所以我觉得 冥想的帮助也特别大 然后 坚持运动吧 对 然后有一个 还是觉得 做得不够好 就需要坚持 每天看一个小时的书 这件事情 经常回到看手机这件事 这件事 就是肯定要自责的 嗯 我觉得能够 像刚才说 写东西是一回事 我觉得看书 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我现在 我家人就是 对 让我就是 现在到现在 还在盯着我的一件事情 好好休息 多看演书 是 嗯 然后 我还很特别 我还不愿意用 电子书 我就喜欢 过去书的感觉 温度 它你翻页的那种 游默的那个味道 翻页的感觉 然后厚度 哎今天看了多厚 到哪天多厚 然后我可以做书签 还有各种东西 对对对 因为我 我看是喜欢做笔记的 所以 我还是喜欢用真正的指这个书 我一切还是喜欢过去那种 最能触得到 摸得到的东西 这个我会 我觉得它是 有时间的成练的 嗯 会有这种 包括为什么会有很多行业 都会有 现在有一个 叫匠人精神 对 对 就是这种精神 其实 可能做一件东西 机器可能 会做的 像这个活 机器会做得很快 而且做的 做的 做的那个 毛边 一点毛边都没有 但是 人手工去做的 种匠人精神做的 他可能几个月做一个 甚至他可能几个月做完了一个壶 一把壶之后 他放在窑里面 窑洞里面去烧 他有可能 因为温度 因为工人 没有掌握好这个火盒 他可能就坏了 这一个半月 所以就是都是非常 对 几个月就消失了 珍贵的 但是 有壶可能存在会更好 没壶的时候 那肯定也是锻炼了 当下做壶人的 他的一系列的一些心情 对 他可能稍微内心 亦有一些波澜 亦有一些小的那种波动 他手里这个东西是有新生的 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有联系的 对 包括刚刚是说有推荐一 书 什么 对 有小伙伴说推荐一本书 有想推荐的吗 暂时没有 我有 我最近之前刚看完一本 是感触得特别深的一本书 就是茨维格的一本书 叫昨日的世界 他有点厚 但是我看完我觉得 还是 他其实讲的是在 二战时期奥地利的 当时整个艺术的兴衰 然后茨维格不是作家吗 就茨维格颠沛流鼻 然后整个他的那个 对 把欧洲 他就看到了欧洲当时整个艺术新亡的一个过程 刚刚改成了二战时期 但这本书我觉得写得很细腻 真的真的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我觉得茨维格昨日的世界 我是真的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非常好 大家收到了吗 来自程程的亲情分享 最近刚好在看那个写少年派那个作家 写那本葡萄牙的高山 也是挺荒诞派 魔幻的 但是也写得非常的深 就是人性深处 我觉得我也看到 他是三个不同时期的故事 最后发现里面有共通性 我也很感人到后来 我也很感人到后来 他是一种大格局的最后的人性的东西 我觉得也不错 对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也是茨维格的 真的是咱们天马行动的聊 对 啥都聊了 紫砂虎也聊了 没有 我们就点了一下 说话声音很小 应该不小吧 肖老师追剧吗 我姓常爱 经常都常 肖老师 是是 肖老师 教授就下班了 就叫我常老师就行 肖老师也是绝了 没事 很多人容易把我叫成肖老师 因为我名字中间有个肖字 话筒杂音太大了 有吗 应该是 应该是我们在碰人的时候 就会有 现在好一点吗 老师您好 我是乖学生 怎么证明呢 高校长 你还问 高校长都听不清你俩聊啥 常教授是教什么的 你们都不知道赞赞是跳什么的吗 赞赞是学什么的吗 赞赞的专业是什么的 还有杂音吗 谁乱叫名字 还有人在等你的大学去世呢 别提 考古已经考得特别多了 你们比我了解他的事情更多了 对 我发现可能有时候我自己都没有 他可能有很多 忘记了 忘记了很多瞬间 然后就被大家考古发 就是挖掘出来 其实也挺佩服的 哇塞 超约 请过 刚才有人是给我打包摄杨后 这都是查我的 对给我留个底裤吧 好吗 你看这个 我觉得你们了解赞赞的自己 自己有趣的事情应该比我还多 我觉得他们也比我认识的自己更多 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小趣事 然后现在 我发现前天特别想吃 那个姜状奶 然后买了 然后说是特别好做 我们可以适应一下 因为上 我昨天做的时候失败了 但很简单 那我们可以就是 做完了以后 就手工吧 反正也算是自己动手去做一件事情 对 我们就放在这儿 其实你知道就是真的在家 能每天学习做一道菜 也是一个特别修身的一件事情 对 修身养性的一件事情 因为厨房也是另一种烟火 就是另一种烟火器 就是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们都可以尝试着去一点点感受它 去学习 对 体验这个过程 包括你喝咖啡的时候 你也很喜欢手冲咖啡 然后满了豆子 对 然后自己去磨 磨完了手冲 其实它也是一个 那你现在用那种 包括现在不是有很简易的那种 挂了咖啡啊 或什么咖啡准备好了 或者已经有那种现成的液体 你只要一倒一兑水就好了 那你现在还是在慢慢的去做一件事情 享受一件事情 然后你还会就是我们做豆子的时候 会拿来先闻一下那个豆子 感受到豆子的香气 对 做手冲咖啡和泡茶 或者有人喜欢品红酒 我觉得都是一个道理 对 他就是要完全专注在江夏的这件事情里面 一点点去感受眼前事物的变化 然后去慢慢的细细的品尝 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挺美妙的 嗯 对 其实还挺修心的 是 这僵尸状感不错是不行了 我看大家各种的感兴趣 是 因为我确实我昨天 为了今天我就是准备了一下 提前试验了一下 结果我失败了 所以看看今天的运气 有常常在 能不能把这个提议提起来做成功 我在旁边给你加油打气 谢谢 我们一起做 给你发力 我们一起做 感受那个 如果我们做好了 最后还是西的 还是已经会凝固上来的 后面是珍珠吗 是的 是的 二位老师会蒸馒头吗 其实我是西北人 应该会做面食 但你不会 但是我从小就离开家去上海学习了 所以我们家面食 高手是我妈妈 不会蒸馒头 蒸口气 但是我会做那个 我会做那个 我会做那个 摊鸡蛋煎饼 不是 我会做烙饼 就烙那种 你知道吗 你 手抓饼 不是 就烙薄薄的饼卷菜的那种 那为什么 烙饼卷菜 那 要不明天 那 那是很多年前做过一次 现在就算了 什么契机让你做了 就是这么这么艰难 这么多年了 只做一次 回想一下那一次是什么一个原因 能说吗 为了爱 付出了很多 就还是因为爱改变了一个人 春饼吧 应该是那种 就是摊 摊煎饼 摊鸡蛋饼 然后薄薄的 然后炒两个菜 土豆丝啊 醋楼土豆丝什么的 卷在这个饼里 肯定没有那种烤鸭店的那种饼做的好 但是自己家做的 也很 也很有家的味道 对 因为我爸妈小时候就做这种嘛 嗯 我记得我边打电话 跟我妈讨教边尝试做这个 要把这个面露得特别的到一个什么程度 再去做 哎呀 现在就觉得 我们之后还有恐怖吗 就是在 在 在 对你在十几年了 行 好 我努力一下 再把那个工业拿过来一下 整个都 现在还需要吗 不是已经做过一次 那很多年前了 忘了 他每个步骤 看着 这就是重新度啊什么的 不容易的 那我是该期待的 还是不该期待的 哎 痛 我今天穿的 没错 我把把把水 我穿的这件衣服 很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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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夹子 被树精了 这是什么植物 这是什么 我今天 这个是那个归配植物 然后它是不是 走 它是那不是那种直立的 它是横向掌的 哦 所以我是 它叫撒金归备主 我是波典归备主 波典归备主 其实蛮像的 因为那天我还看了一个纪录片 就说那个 那个片名 我真的记不住 你现在 那个片名是叫 什么 世界的 影响世界的中文 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 我真的 就是里面还讲了 讲 我先想一下 我看那个环节是什么了 哦 它讲的是个海域 海域里面 那个虫子 因为海域的枝叶 是有毒的嘛 它会通过它那个 叶脉的这个茎 给去 扩散 如果有昆虫去吃它的时候 它的那个枝叶有毒 它就能把那个虫子给堵死 但是那个虫子特别聪明 它会在这个中间 挖一个洞 它会杜绝那个 那个枝麦 因为枝麦它是这样 导向的嘛 枝麦还没到的时候 它挖了一个洞 它先吃了 所以它吃的是没毒的 结果那个枝叶就往外面流了 啊 它就把那个 就好聪明 对 生物链之间的这种 天然的这种本能 对 竞争本能 所以你说人家 虽然人类有智慧 但我觉得动物也不傻 太聪明了 对 说到这儿其实我能想到 我那个话给他们说了 等会 等会 因为我怕我也忘了 就是它这个叶子嘛 当时是全部都是长 就是 完整的 完整的 然后咬成了像种 一动一动 我看着它 我就 回想到了 这个挥备主 它不是有这个洞吗 因为之前跟大家分享 植物的课堂的时候 我说他们这些呢 就是 进化了 就是 为了防止动物去啃食它 它就长成这样 那虫 虫子就不是说 这肯定被另一个虫子吃过了 已经不新鲜了 我们就去啃一下 它就会有智慧 去改变它的生长方式 对 它就这样就可以躲避了昆虫去吃它 厉害 所以我就 植物也是有智力的 对 它们入境生存 会有的 试着 试着生存 就是 我觉得太牛了 看看那个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纪录片 相互制衡的 对 所以万物都是有这个均衡的东西在里面的 万物的平衡 所以会有一物详一物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生态的平衡 万物的平衡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作为人嘛 我觉得也还是需要更热爱大自然一点 找到与自然的平衡 而不是来破坏大自然 破坏环境 然后让生活 生态 整个社会 对 其实大自然还是会回来再去 滋养我们 好 我们对它好 它会滋养我们 对它不好 它会报复我们 对吧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 其实都是一个 是一个关系链 对 很显而易见的 这么样的一个 一个智慧关系 是的 是的 我们接着现在就直接来做一下那个 将来做哪 对 好啊 这做出来 你要做几份呢 两份啊 我们七手做 你做你的一份 哦 是吗 就是把它倒到碗里搅搅搅搅搅搅 对 是的 其实很久了 哎呀 其实刚才聊到那个 动物的这个 本能的东西 就是我其实又特别想推荐 那个纪录片 是我一直最爱的一个纪录片 你是说那个 我没有紧张啊 我非常的放松 就是它让我做东西我有点紧张 就是我想推荐的那个纪录片 就叫我的章鱼老师 你看过吗 我看过 我 我觉得大家可能看过 但我觉得我的章鱼老师拍得太好了 那个纪录片 就会觉得 哇 一只小章鱼 这么大的智慧 然后都说章鱼是外星人 我觉得章鱼也有情感的 他也很 很有灵性 对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都会被 被观众啊或者一些其他的 所就是所影响吧 就没有亲自去了解这个东西 就是道听途说 是 这到开始吗 对到开始 我来示范一下 虽然我可能昨天已经失败了 就这么点还能不成功啊 但我 切实的昨天是没有成功 要到多少 随便的 那我呢 我现在也倒是吗 对 倒上是吗 倒上 我们俩开始做姜汁状奶了 广东人还是很会吃喝的 因为牛奶是寒性的 嗯 所以广东人会把姜放在里面 它让它解它的寒 对 所以这样牛奶就可以喝 我们顺着一个方式 然后去搅拌它 嗯 需要两个盘子 因为我昨天做的时候没有成功 我是不是以前吃过的 在那种甜品店呢 是会盖上一个盖子 嗯 我昨天没有盖 这还讲 已经顺着一个方向走 把它给那个粉状 我觉得应该是半成品吧 刚才 然后就自己找一找 需要两个别 对 这里面有那两个 柜子里面 最下一层 这太大了 要小了 要两个小的 这盘要小走久 可以了 可以了 哦 见证期间 就完事了 对 要多长时间啊 呃是 这个有点太小了 盖不住 你还行 这个合适的 中间的这个就行 不中间的 这顶上面 这个可以 这个小是吗 对 这个有点小 因为这个盘子呢 也是水龙的盘子 所以它每个大小不一样 就放在这儿吧 我们就放在这儿吧 好 十分钟 见证奇迹的时候 我们 五十分的时候 可以打开开 好 对 所以它你看 得到它也是需要耐心的 不得不说这器物都看到 是的 谢谢 能看得到吗 器物 能看得到 能看得到 因为桌上这些都是吗 哦 他们说了 老姜淀粉多 奶要全吃 温度要七十多 但是你这个已经是 半成片 对 否则他们那个人家 要自己 把那个姜汁先磨 对 磨出姜汁 然后一下倒奶 然后再染住 哦 它让它凝固住 对 在广东的时候是那样的 因为现在刚好也是秋天嘛 我觉得也是一个温补的一个好时间 对 大家可以在家的时候 然后去尝试一下这种 这种甜品 是 对 旁边这么一漂亮的 姐姐是我的恩师 是我的恩师 大学恩师 叫姐姐我还是很爱听的 哈哈 这本是九股烧吗 不是 是我们中国的瓷器 是我们中国晚清时期的一些瓷器 盘子 嗯 它里面 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花纹 是那个 灵芝的稳暗 花纹暗 刚来请问是在做什么 我们是在 就分享 分享生活 我们在聊天 对 旁边的这位是 我大学的恩师 我们今天呢 就聊聊生活 聊聊艺术 对 聊聊近期的一些感悟 赞赞有跳舞的计划吗 呃 暂时没有 确实是 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 就是说 过了暂时还是有可能的 还是有可能的 是 舞蹈 不练功 可是跳不了啊 嗯 要保持基本功 老师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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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把那些基本功 什么都给拾起来一点 老师还愿意再为我编住吗 看看基本功到什么程度吧 但是不一样了 不是靠基本功了 是要靠 人生的感悟 对对对对 要靠谁来跳舞 对 通过一些 磨练成长 对 改变一下肢体的一些方式 是 然后你的标语 还是分享绿色 贩卖快乐吗 我们的标语是分享绿色 贩卖快乐吗 是 是啊 是我们的标语 还是分享绿色 贩卖快乐 对 是一个很绿色健康的主播间 绿色环保健康 对 然后 积极向上 慢生物文 慢生物文现在真的是挺奢侈的一件事情 嗯 回归人 人本身的本心 是 听听自己的本心 其实是把绿色给 然后会有不一样的火花 然后会有不一样的火花 对 下期预告有吗 下期暂时还没有预告 但是我们还会请一个新的小伙伴 会过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他的生活他的感受力 好吧 当然我们也欢迎常常再一次来到我们的那个直播间 然后一起 连坐加密 长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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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是连坐 连坐 长住 对 长长长住 对 是的是的 现在我们还在等等 我先 因为我们今天聊的其实聊了很多也聊的很非 对 聊的比较 嗯 天马行空我觉得 嗯 我觉得很好 顺应对 顺应大家的 想要了解的一些节奏啊 或者我们突然得到的一些灵感的那种 大家沟通 其实蛮好的 可能也是今天你第一次尝试 多了一个嘉宾 然后话题呢又不能跑得太远 还得回归到一个主题上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其实也是一个挪练的过程 对 你也是自己在摸索 对 对 我呢就是一个 实验品 当然不是 我就是开场挑气氛的那个人 那那必须挑的很好今天 反正就是我们就是聊一点 生活中我们对 第一期嘛 他的这个有嘉宾的这样的做法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大家 能够回归到人和人最难得的关系上 直接沟通的 对 就像我们的师生感情一样 我们要去珍惜身边那个 我们应该去珍惜的那个朋友 那个家人 那个爱人 就是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不要一直沉溺在网络的世界 还是能够放下手机回到当下 然后多对身边的人多一点爱嘛 就是我们觉得今天想要聊的一个很 真的是想聊的一个很真实的很诚恳的一个话题 而且其实今天啊又再一次的刺激到了我 因为去年和大家直播的时候是我自己 而且之前对于直播这个跟大家见面 因为我还是本身有一点涉口的人 在这么一个环境 其实我内心做了很多的斗争 然后决定把我拍戏之余 专业之余的一些兴趣爱好分享给大家 让更多人能感受到绿色感受到这种积极健康 慢生活的这种节奏 能让大家跟我有一点点同频的感觉吧 但去年做这个的时候 就会很紧张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做了一年 从容了很多 但是也其实做到后期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小平淡 对平淡 然后也有点蒙蔽了 就是可能我说我每一周都要做 但是初心都是好的 但方式的时候会有一点点 就内容上可能提高是有点难的 对自我打鼓嘛 那时候也有点小的就是忐忑 然后我今天又有了一种重新的这种形式 跟大家见面的时候 我内心又有了当时 我又回想到了当时的那一种冲动 冲动 兴奋感 忐忑感 所以还是需要去改变一些方式 或者在你已经到了平静的一个阶段 你可能还是需要再找到一些突破点 其实我觉得能容易 并还勇于突破 容易就是沉溺于现状 是 就觉得 让其实安逸其实挺好的 确实安逸也是通过我们 努力打拼得来的 对 但是也是希望就是也是给我自己一个鞭策吧 在我努力打拼到一个舒适的环境的时候 还有那个充劲去找一下 有没有一些新的方式 能让我得到一个新的领悟 对 所以我因为是第一次参与这种直播间的这种交流 可能也是有点不适应 但我能明白 就直播间如果一直做 如果你自己不去不断的提升 开拓你的格局 你的知识量 或者你对东西的认知 确实确实 会有评济的时候 对我现在真的还是蛮尊重每一个在直播间去做主播的人 因为很难啊 真的很难 然后你要输出很多的这种信息 知识和关键 对 龙化的 艺术的 或者日常生活的 或者美学的 就太多了 你要自己不断的去要充电 提高自己 你才能再把更多东西给你的底下的粉丝或者听众 真的不容易 因为大家在屏幕前呢各位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或者是做事风格 包括从事的职业都不一样 是 我们可能还是只是一面我们是就是从事艺术 我们对艺术的领域可能比较熟悉一点 但是别的行业隔行如隔山嘛 怎么能通过我们把所有的视觉感官都打开 能去感同身受于其他的各个行业 也是我的一种魔力 其实很多东西也是相通的 对 很多东西也是相通的 可以看一下留言都挺好的 可以看一下留言 往上刷也出来了 大家留的还挺好 有在上网课的感觉吗 没有说第一个嘉宾应该是很珍贵的 哎呀上网课可不是这样的呀 上网课还是很严厉 很严肃的 但是今天确实也有点认真了 我们在探讨的是人和人的关系嘛 因为我们本来今天其实也是一个 主打的也是一个愉快轻松嘛 发现可能坐着坐着 然后就突然那根鞋就是老师和学生或者是就是要 也没有可能我们俩聊的话题还是比较深刻意 对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其实她的老师也很嗨的 对我们私底下也就是很 拼一几人 很外放的 外向的 外向的里面也有就是内裹 然后自己去钻研一些艺术方面的领域的一些 那个态度的 但大家要真的认可我的话 以后有机会我还来做嘉宾 你们可以看到另一面的我 那你答应了吗 就是可以吗 让他把这一年他该请的嘉宾都请完了 不是说我们可以就是 不是说你是常驻嘉宾吗 对我们 有三个茅庐啊 我觉得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就是 有时间一定会经常来你的直播间 好的 其实今天的朋友们都有听到就是老师说的话 必须得要信守承诺 常来常来常来 对 常常常来 你看其实很多现在留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能都是统平的人他们也都看过圆桌派对看过枪枪犯人行各种的 常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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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我们的这个姜汁状奶好了 好了 其实 哇 你成功了吗 我不知道 哇 没有太成功吧 我既然已经很成功了我昨天那是很稀 哎呀看不见啊 看不见啊 可以走去 就这样 对你站起来 走去 看一下我的姜汁状奶 看得见吗 看得见 可以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你看 你看 可以给这个 哇好烫 哎呦 小心小心 这个QQ弹 大家有看到吗 QQQ弹 也没那么Q吧 可以 可以了 不过我们去店里吃的也不够如此 是吧 对 其实还是蛮有成功感的 证明我们今天的直播就是很顺利的很成功 很成功的 很成功的 很成功 奶凝固住了 你又失败了 哎 还行 不 我呢还是就是 你又失败了 你又失败了 因为我在搅拨他的时候用了心了 怎么 因为你不容易 你作为主播 你还要在这说话 所以 你现在 思绪有点 有点 心身有点不一 对 哎 也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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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也还蛮成功的 这是能尝一口吗 那当然 哇 这 哎 大家有看 感觉这个怎么够带呢 可以可以可以 还是成功的还是成功的 可以的 可以了 也成功了 成功一点都不容易 就是一点小惊喜 嗯 我觉得你可能你的水比我的多 然后 你是不是稍微甜了一点 我比你多多少啊 没有多少啊 吃多了一下 嗯 嗯 夜间小甜品 嗯 好 我们先吃两个后 我们先讲一下吧 好不好 时间好够 我知道 嗯 怎么样 吃的 不错 吃的还挺甜的 这就是 我 不天 可能是因为我昨天 吃到了这个 大概的量 哎 不等了 这 我尝尝你甜甜的 行 因为我刚咬的是这边 所以也没有关系阿婆们 嗯 有点甜 我的还有点甜吗 差不多 我觉得 你也没比我少 多到哪去 我觉得多的 还挺多的 一点点的味道 还是不一样的 快大家等一讲 金饭碗呢 哦 金饭碗 嗯 这个 这个 碗质呢 它是里面是玻璃质地的 大家有听声音吗 这样 玻璃的质地 然后它外面是 裹着一层 那个金箔 大家看到吗 就是这一些 有些已经开始都掉了 就是这一种 算是一种 怎么说 斑驳了 斑驳美 就凋零的那种感觉 就是使用感 使用感的那种 不一样的 手触的这种感觉 那这些金箔 是不是都吃到嘴里去了 这个金箔 只是外面的一层 它里面还是 它只是 我知道啊 你比如喝汤什么 啪金箔就吃肚子里 哦 你是说这样触碰的 是吗 对给胃包了精 那它不至于 因为 它 它应该 应该是烧制完了以后 这样是肯定是蹭掉的 你的一个做完以后 它就是这样的 对啊 这不是我后期给它给贴上的 是已经做好了 这个样子 它是不会掉的 这些掉的可能是我们 比如说摩擦碰撞 在使用的时候 洗的时候 它会得蹭掉一些 不一样的那种 呃 那个什么 就有点叼 就像鲜花凋零了 或者是一种 使用过的那种使用感 你知道吗 日常的那种 知道 知道 对 全都知道了 反正还是吃到胃饼 哎 不会啊 怎么还是会 会在胃饼 就是你 它不会 你不会用牙齿 那样吃 我知道了 常年每月的不小心掉下来一块 嗯 没事不重要 不重要 不重要 反正是没有毒的 没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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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姐姐送出粉丝灯牌 莉姐姐送出粉丝灯牌 莉姐来了 谁 莉姐姐 我亲爱的母亲 真的 对 那我送给老师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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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 严肃 哎呀 挺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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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开心 挺开心 对 我们就是像现在真的变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我们现在就是艺术方面 我肯定还是要向常老师去学习 生活中我们都是一个相互帮助的一个好伙伴 别找吧 别找吧 确实是这样的 突然俊杰了 妈咪出现了 妈咪出现了 我那个 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他都不知道怎么说 确实是确实是 其实今天新的尝试还蛮感触的 你刚刚也表 还行吗 当然必须可以 做得特别的 好满意啊 对我只是觉得 就像常老师你刚刚已经表述了自己 今天就是首次 然后面对屏幕前 你的那种直播 对那种感悟 但是你觉得我们这个直播间 有没有给你 就是有什么新的建议 或者你觉得哪些地方 有不一样的 小触点吧 就是那种 不一样的思考 就对你的直播间有什么我的感受吗 当然都可以 那我得下去跟你聊啊 下来下来 就是还是有很多 对我觉得挺开心的 而且说了很多 跟小叔说了很多 很真诚的话 我们探讨了一些很温暖的话题 很积极的话题 也很绿色 然后一切都是从植物啊 从生活中引发出来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好的方向 可是可能我觉得 在有了一个嘉宾以后 我觉得直播间以后 还是需要再去规整的 更紧凑一点 更立体 对对对 可能下来我们可以再交流一下 必须的 我们希望第二次 我们第二次的 那个跟观众见面的时候 是更加从容的 对 就是我 就更加 对 节奏感更好一点 更明确一些 对 好吧好吧 离开里照 我们可以去淘宝直播间了吗 哈哈哈哈 我要做美妆博主 你对美妆很有研究吗 啊 不是美妆 就是 美学 就是衣着 对对对 就是那个服饰 服饰 OOTD 服饰 美日穿搭 对 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 今天 去淘宝做一个淘宝博主 淘宝 哦 哦哦哦哦 对对对 我错了 我也错了 这个人真的是 哎 是 所以你直播间 下午 还是有点少许 哈哈哈哈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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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音照样有 哦穿搭穿搭 这是年载 突然不明白 对是的 没有我们可能是就是 突然有一种新的媒介的时候 是 容易会断片 哎呀 就卡壳 容易会卡壳 我像我这种真的得培训一下 这个该怎么说 说什么 不明白 但是我觉得第一次已经很成功了 大家要见谅啊 哦真的 小猪同学把我请过来 一高兴就就不知道网络的词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了 我们其实不需要培训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就是呃 当下的那种感受 想说什么 嗯 真实的表达 表达出来 其实就够了 也是一个呃 很直接的 没有没有过包装的那一个 跟大家分享的 没必要 对我觉得跟小猪在一起 我们一直就是一师一友的关系 都是希望能够很真诚的对待人 然后自己努力进取 然后让生活更多一点温暖 多一点爱吧 其实说的有点特别的鸡汤啊 但实际上还是我们的一个心愿 这也是小猪的一个心愿 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 然后 嗯 非常不不被复杂社会干扰的 让自己就是 快乐 简单快乐的生活下去 对 其实我们今天也也 刚好现在过了 那个 零一分了 我们整整两个两个小时 是的 嗯 所以开始的时候 你上课还累吗 哈哈哈 我觉得 现场上课都 网课也累 其实 就是要说说说 是真的 是的 是的 来 来个HAPPY ENDING好不好 其实我们想说的已经都说了 包括 嗯 全部的感受 我觉得今天做的让我 嗯 有了新的刺激 新的 理解 而且触角也都打开了 发现其实能做的 想做的事情都很多 然后也得到了今天 直播间的朋友们的一些正向的反馈 支持 对 包括一些建议 我们也都 后期我们也会陆续的去整理 也希望下一期能会做得更好 对 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小猪不容易 他每一周都会去坚持做他的直播 他这次有一定的改版以后 大家有什么好的更好的建议 也可以随时告诉他 跟他交流 跟他沟通 我们都是在他生活默默支持他 顶着他 努力往前走的那一个人 真的 大家一起支持起来 关爱起来 给出力量 所以就是给出力量 这个很好 我们就是这种直接传达的力量 更有温度 更有深度 更直接吧 对更丑 就是互相帮到对方做得更好 好的好的 那其实也感谢今天大家的收看 然后也期待下一期我们请到 不一样的一些嘉宾 有不一样的一些刺激和感受 然后再跟大家继续的分享 好吗 我们直播间依旧是分享绿色 贩卖快乐 祝大家有一个更好的周末 期待下周 下周见了 拜拜 拜拜 小伙伴们晚安